中度颱風 蘇迪勒 來勢洶洶 風雨漸漸增強 7日下午 新竹尖石箱開始進行預防性撤離 救護車先行上山 撤離重症病人 泰岡部落30幾歲 長期臥病的重症病人 透過救護車上山及國軍協助 被抬上救護車 送往市區醫院 暫時安置 你去醫院 因為颱風要來了 我們要送你去醫院 比較安全 衛生所主要的任務就是我們會去撤離 需要撤離個案 像是一些居家長期臥床 還有洗腎 還有一些可能弱勢體 懷孕 可能等待要生產的這些個案 都是我們衛生所要優先要撤離的對象 那今天我們撤離這個個案是 大概三十幾歲 然後也是長期臥床 它沒有辦法自行移動 所以我們就會上來就請救護車載到醫院去 我們目前要送去撤離我們醫院 還好啦 像我們會動的人還可以跑啦 像發症的時候 連走路都不會走很遠 所以比較擔心它啦 擔心中台蘇迪勒帶來雨量 造成山區道路貪方中斷 所以趕在雨室還未增強之前 救護車先將慢性病患跟重症患者 先送到山下暫時安置 記者李玲玲 買上新竹尖石採訪報導 就馬上來披露的 然後就在雪隆尾